有两项令人震惊的事实要告诉大家 现在科技发达网络越来越普及越便利 年纪很小的小朋友他们都懂得用手机上网 然后很直接的让这些孩童暴露在网上的色情内容当中 伍迹阿曼刑事罪案调查局总监苏海利 今天在出席2024年国际执法峰会的时候 就提到了这两个肯定会让家长担心的案例 首先第一个 他说警方发现本地有五岁的男童在网上接触到色情片之后 不知该不该说性早熟 他竟然会五岁竟然会模仿色情片里头的一些内容 那年纪小小就被色情片的画面荼毒 让这位警官这位苏海利都摇头说 这样的情况实在让人感到担忧啊 是啊五岁一般来说只是幼儿园里的中班痘痘班的小孩 就已经从网上知道什么是性了 看到色情片还会模仿里头的内容 而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而已 苏海利接着再说一个让大人更冒汗的情况 好几个月前在灯家楼有一名九岁的女童 因为不小心弄不见同学的心橡皮擦 又没有钱赔给同学 竟然跟同学提议说 她愿意用自己的身体来还债啊 大家是不是现在已经觉得 啊我刚刚到底听了什么 听好那个小女孩不到十岁 她脑子里已经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性知识 或者是跟性有关的资讯 然后她还跟两名分别是九岁跟十岁的男同学提出 她可以跟这两个男同学发生性关系来还债 报道就形容说当时苏海利讲这个案例的时候 在场的人听了全部是瞠目结舌 吓到讲不出话来 苏海利就告诉媒体 疫情之后呢 他们发现网络行罪按钮明显的提升 同时她非常担心 还有很多十岁以下的孩童 已经在网上接触到了一些 不该接触或者不正确的性资讯 苏海利提到刚刚听过的那两座案件呢 都是涉及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因为没有刑事责任嘛 更多时候是因为警方找不到证据 所以才没有办法立案调查 但苏海利警告 孩童接触色情网站的便利程度 已经严重到像是一颗社会毒瘤了 甚至国内的强奸案总体还在增加 涉及未成年的人的案件呢 也在激增当中 所以基于这类案件 逐渐的变成新的趋势 所以警方呢 已经重新开档调查这些案件了 那针对孩童被网络色情内容 荼毒造成的危害 以及网络便利 可能对孩子带来的影响 今天跟苏海利出席 同一场活动的通讯部长法米 在活动上呢 就告诉大家 政府正在修订 2024年网络安全修正案 目前呢 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了 只有这个法案通过的话呢 政府呢 会要求各大的社交媒体平台 还有互联网的信息供应商 要遵守我国的法律 包括要限制那些 13岁以下的孩童 使用社交媒体 减少孩童 因为太早接触 社交媒体的一些 可能一些不正确 不良的资讯 带来的一些潜在危害 是的啊 法米提到 目前有很多的 社交媒体平台规定 都是下 都是不允许 13岁以下的儿童 注册账号的 但是呢 只要在父母的监管下 平台还是允许孩子们 使用他们的社交服务 只是调诡的是哈 法米说 有很多社交平台 虽然有订了这些条例 但是呢 使用者在注册账号的时候 又不会进行身份证明 或者是年龄的验证 所以呢 政府现在会采取行动 去跟各个平台 接触和了解情况 同时会透过拟定法律 和利用人工智能AI 来管制网络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